我们用掌声鼓励来通过 援抱援抱 原转会布农族新一乡区代表临选 3号在新一乡公所推举出 汪香部落40岁的松芳谷 成为准备进入26号在高雄 参加决选的新一乡区代表人选 松芳谷是少数愿意回乡 寻求发展的年轻人 可能肩负进入原转会 面对总统为族人发声的任务 他认为土地争议是族人 面临许多困境的核心问题 在失去土地的时候 我们又何尝能够在自己的法律当中 自己的文化跟规则里头 在我们的原生的土地上面进行狩猎呢 这些东西如果在土地的正义被彰显了之后 后续再谈狩猎 我们会更有利基点去谈 这个部分都可以透过转型正义 来去做争取 来去做对谈 而土地正义就是我们失去的东西 由于布农族人数众多部落分散 再加上移居都会区的人口 因此原转会族群代表领选 是分区分阶段来进行 目前高雄市桃园区纳玛夏区 以及南投新一乡台东盐平乡 已选出区代表 4号在海端乡公所 7号在卓西乡公所 8号在万荣乡以及仁爱乡公所 将再选出区代表 再加上台北新北桃园台中 以及台南市都会区代表等 总共会先领选出的13位区代表 11月26号将在高雄市进行决选 最后选出一位原转会布农族群代表 再参加11月26号在高雄市政府 举办全国布农族一起推荐的13名 再推举一个 希望这次我们先从各乡各区参选 就是原转会的委员 代表布农族来跟总统 蔡英文总统一起来为原住民 相关的权益 一起来为布农族 以及全国原住民来打拼 原明会布农族群委员一烂强调 希望接下来各场次的区代表临选 只要是年满20岁的布农族人 皆能选举推荐或致荐为区代表 希望族人能踊跃参与及推判人选参加 记者弄南投心意 参谎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